什么销量长青市东本XRV变身了 这次换代之后的内饰设计是精致运动还是灾难 都在说空间魔术师真有那么魔吗 驾驶感受有什么提升呢 好 这些问题我们先不着急 先来看看它变身之后的外观 这个就是东风本田全新XRV 来我把车标捂上 我就问你们还能一眼认出这是XRV吗 主要是这次XRV完完全全脱离了之前的那套设计 这次总没有人说日系油腻了吧 前脸用了一个六边形大尺寸的前格衫 咱往里看 它用了点阵式的镀铬设计 可以说是一整个时尚改革的大动作 再往两边看大灯 狭长犀利的造型 咱再往下看这个精致小巧的跳动元素 你们觉不觉得这个设计像一个硬汉小声 打了个舌钉的感觉 车身侧面做了一条贯穿车尾的腰线 加上鞋背式的尾部造型 以及整个前后车门比例的调整 后排车门还是隐藏式的门把手 车身高度降低了 不过轴距还是没变 2610毫升 这个时候肯定很多人问了 轴距没变空间咋样呢 别急等一下咱们变魔术呢 车尾的话当然也是全新的设计语言啦 超动马嘴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觉得 它这个尾部跟URV啥啥分不清楚吗 后备箱空间支持比例放倒 放倒之后基本纯平 跟朋友一起出去郊游 带点大件貌似 可以不用太有顾虑 好了都说它是空间魔术师 那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单身妹子或者汉子 以后搬家都不用头了 小型SUV让你说搬就搬 我一个一米六四的身高 基本我这样身材的妹子 坐在后面还是很宽敞的 这个后排凸起是几个意思 空间表现不如换成我们的跟车老师吧 毕竟汉子的体格 对车友们更有说服力 这东西有点意思啊 就是很实在对不对 我觉得很多新能源车 其实也考虑可以装一个这个 就是直接整那些花里胡哨的 直接给你一个特别实用的遮阳的 我觉得也挺好 这很多车主都省得买那个遮阳罩了 是不错的 车内这个内饰色彩的搭配 可以说是直接给你安排 等等这不是我吗 车内这个内饰色彩的搭配 可以说是直接给你安排了一个撞色大满怀 一整个变身的大动作 内饰设计其实更加清晰明朗 仪表版也变得优雅了起来 中空屏幕是9英寸的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百度CarLife 智能互联等等 UI设计布局比较明朗 来让我们听一下 它这个空调前准的质感 我个人是很喜欢的 但是也有人可能会觉得 这种有点玩具感的这种 feel 刚上车之后就发现这个警报它一直在叫 因为我们是编队行驶 但是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警报在前车有四到五米的时候就不停的在响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雷达功能关闭之后呢 倒车的时候可能又会忘记 新款的XRV参数跟大家聊一下 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CVT的变速箱 开起来让你有种 还是原来的配方 还是原来的味道 CVT的变速箱不会有顿侧 那就是顺嘛 当然嘛 你也不要想着在它的身上追求大油门的加速力 这个价位确实不能既要又要还要 底盘还是舒适性的调教 这一条跟它的整体风格也是非常一致了 最最最多人关注的问题 我去车友论坛瞄了一眼 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 就是NVH表现如何 车里的经营表现怎么样 极加速的情况下 还是会有一些路灶跟胎灶传到驾驶时 城市道路行驶表现整体不错 这个级别跟价位 它就是属于家用完全够用 上手非常好开的这么一台车 最后来跟大家总结一下吧 车内麻雀虽小五脑进拳 偏向年轻务实的家用 定位也很亲民 车身虽然不大 但是攻击利用率高啊 上手好开 只要你不跟别人超车比家族 做个安安静静的年轻人 咱一切好说 变身之后外观也精致运动 一台好用又省心的家用选择 好了我是雨玲 下期再见